你要成仙呢 这玩意儿到我家九天 就吃了一只蟋蟀 你吃青蛙不吃 蟋蟀没问题啊 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哦呀 不可惜 我真的不指望你这样 看个人家讲 不指望啊我不指望 咱们如果真的不饿 你不要表现得这么虚弱行吗 从上到下 我和很多小伙伴交流完了 问题可能出在单纯蟋蟀小了 来吧 这回这个标准 咱看热闹呢只是 它已经很努力地表现出 想被吃的意愿了 我的天哪 可能还是不够大 再放个大的进去 咦 看不看到 什么是爱情 第九天的第二只蟋蟀 这第三名着急了 小火龙我们满足它 这是宝拉 我这大冬天出门给你买了500只 你高低再吃个一只呗 看不见 还有看热闹的呢 你赶紧来 我都跟着使劲 下一集两拨 这要去看热闹去啊 这是 这么厚信呢 行了 我这心是彻底 现在放假掉 咋上去的呀 小火龙彻底开口了 我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了 明天我们开新港 和大家说再见吧 真乖 欢迎订阅